近日,刚与那扎分手不久的张翰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登上了热搜,原来是惹事了。不过粉丝们大可不用担心,于堂总裁这次只是被查了,原因听来让人捧腹。近日有网友在机场偶遇张翰,他身穿黑色长款羽绒服,头戴黑色棒球帽,戴着墨镜,独自一人在机场推着超大箱子。 该网友还称,哈哈哈哈张翰机场被海关查了,年末大家回国记得提前空运,带着如此多的东西,果然张翰被海关的工作人员拦下进行检查,应该是被误认为带购了。 据悉,张翰是为新剧海洋之城剧组筹备的服装,网友围观后纷纷表示张翰好可爱,去韩国采购下面一部现代系的服装,为新剧定装的,觉得他好蠢萌啊。 谢谢关注,这是为了马上进组的新剧添装置了,这次没带助理,因此一些细节没注意到,没有提前空运,有点蠢萌突然想起他的珊珊来了,还有现代系都是自己置办服装之类的,也是够用心了,还是多多关注作品吧。 为了新剧自己去韩国置办行头,咋也不带个助理呢?没事,我交税我光荣,但是一个人堂那么多箱子,这种男孩子请给我一打好。 还有网友风趣的表示,镜组必须购服装之章和购衣剂,总裁的箱子也敢查。